最後做結論時間啦 最後結論時間就是我們來列出每一款 最後結論時間我們就來列出每一款螢幕我覺得就只有他的 最後我們 最後我們做結論 最後結論時間就把每一款螢幕我覺得最有優勢的地方列出來 那我們就先從我們的Fior World開始 為什麼如果 最後結論時間我們就把這四款螢幕一一的 最後結論時間我們就一一的把這四款螢幕把它們 單 最後結論時間我們就把我們這四款螢幕一一的把它們 單獨 就是 就是 就是其他沒有的 最後結論時間我們就把這四款螢幕就是告訴大家 他們 獨有的特色在哪裡就是為什麼要選那一款螢幕而不是其他的三款螢幕 好那我們就先從Fior World開始 第一個特色就是我覺得他的直覺操作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就是開啟這些 試波器真的是非常快速因為他是一個上拉 然後你就可以開啟 關閉所有的試波器這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你的背光調整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他的Type-C功能 你可以用Type-C供電 真的是還不錯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其他三個沒有的就是唯一一台有繁體中文的螢幕 就如果你想要繁體中文你就選 Fior World 還有一個特色是其他三個都沒有的就是他是唯一一台有繁體中文的螢幕 就如果你想要有繁體中文的話你就選Fior World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其他三個沒有的就是他是唯一一款 有繁體中文的螢幕 所以如果你想要繁體中文的話你就選Fior World 下一款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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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款這個DeskView R5的螢幕呢 他的優點呢 就是 外觀好看嗎 就圓潤的外觀 看起來很 緊約 連按鍵都沒有 讚喔 漂亮的外觀你就選他吧 神奇的螢幕 那下一個這個DeskView 那下一個這個DeskView P5的這個小螢幕 下一個DeskView P5的小螢幕 如果你想要有這個Q彈的防撞電 你可能很容易摔螢幕 還是幹嘛的 你喜歡這個防撞電 可以選這個P5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他有三個自訂按鍵 就是 可以自訂你自己想要的功能 你可以快速開關某一個你喜歡的功能 像是直方圖 或是什麼 中心標記 之類的 這些比較常用的功能 你就可以自訂在這三個按鍵上面 來自訂 來自訂 神牛 最後一個神牛 下一個神牛螢幕的部分 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有六個自訂按鍵 你可以自訂 你想要有什麼東西都可以全部設定在這 最後一個這個神牛的螢幕 如果你想要自訂按鍵的話 你就真的是這個螢幕 最後一個神牛螢幕 如果你喜歡自訂你自己的功能到實體按鍵的話 這個上面有六個自訂按鍵真的是 可以把你想要的東西全部都放在這裡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自訂按鍵非常非常的多 另外一個就是其他螢幕沒有了 是相機控制的部分 我不知道 控制模組要去哪裡買 但是你如果需要這個神奇的相機控制 就是開始錄影 或是對焦前後之類的 就是這個螢幕有其他沒有 好 好啦差不多就這樣啦 那反正 好啦那差不多就這樣啦 反正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好啦差不多就這樣啦 好啦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當然喜歡 好啦那差不多就這樣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 bye government 建篦 penis 人 反正 人 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